白虎附体 白虎附体 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 那每根猎爪都像是刀锋 长度足有八寸 闪烁着森幽寒光 戴绍上身缓缓前伏 双眸四瞳都变成了深湛的幽蓝色 冰冷的沙翼无形散发 充满了强横的威慑力 在他脚下 三道闪亮的光环接连升起 悄然上升 两皇一子 魂魂流转之间澎湃的魂力 形成浪涛般的压力 扑面而至 或许是因为五魂相克的原因 对方三个拥有受五魂的战魂师 在戴木白 完威五魂附体的同时 都不禁全身颤抖着 后退几步 在老虎面前 鹿羊马 怎能不害怕 尤其是戴木白身上 那代表着千年的紫色魂魂 更是令面前五名仓辉学院的学员心头俱阵 在戴木白释放出五魂的同时 唐三和马洪俊也将自己的实力释放开来 疯狂 附体 紫红色的光芒从胖子体内奔涌而出 头上短发骤然变长 并且朝中央聚落 变成了一种墨西干式的发型 两圈黄色魂环 同时从他脚下升起 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上 延伸出长长的领毛 双手也变成了爪形 灼热的气流 围绕着胖子身体旋转着 尽管他的身高 要比对面的仓辉学员矮上不少 但当那紫色火焰从体内释放出来后 整个人的气势 却已经完全变得不一样 配合着戴木白的白虎五魂 压制着对方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只有唐三的五魂还算平静 两个和马洪俊一样的黄色魂 从脚下升起 密集的蓝莹草悄然释放 围绕在自己身体周围 缓缓蔓延 根本就不需要动手 但是戴木白释放出三个魂还之后 对面的五名仓规学院学员 就已经完全泄劲了 相差一个魂还实力要有多大差距 他们再明白不过 更何况 这个人的第三魂魂还是千年级别的 那又岂是他们所能抗衡的 令仓辉学院这几个学员心中极不平衡的是 眼前这几个少年看上去 年纪要比他们小很多 可展现出来的实力 却已经在他们之上 住手 苍辉学院的那名老师 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向自己的学员挥了挥手 你们都退下 学员们心里不平衡 这位老师内心确实极度震撼 他清楚的认识到 念前的三个少年 不论是中间这个年纪稍大一些的 还是两旁两个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的 都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 尤其是中央这个 他看上去最多也不超过十七岁 就已经拥有了三个魂还 达到了魂尊境界 这是他闻所未闻的事 尤其是那个千年魂还 看在眼中是如此刺眼 这位老师毕竟已经是中年人 眼看着戴木白释放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他心中已经想到了很多可能 别说自己的几个学生 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就算能战胜对方 他也不会让他们再出手了 有些麻烦是不能招惹的 我是苍辉学院外事部主任叶芝秋 请问你们是哪个宗门的 眼看着叶芝秋走到自己三人面前 在自己释放的魂力面前 并没有使出五魂 就顶住了压力 但木白心中也是暗自领然 眼前这种情况 他可以肯定 这个中年人的魂力远在自己之上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 没等戴木白开口 胖子已经得意洋洋的说道 一边说着 他那赤裸裸的目光 还狠狠的盯着苍辉学院 那名唯一的女学员一眼 叶芝秋愣了一下 眼中流露出思索的光芒 显然 对于史莱克学院这个名称 他并不十分熟悉 史莱克学院 好像没听说过 戴木白冷哼一声 那是你孤陋寡闻 听到对方 并不是某个宗门的子弟 叶芝秋在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不禁感觉到有些无力 他一向认为 苍辉学院的学员已经很出色了 这次准备前往星斗大森林 就是帮助一个学员 获得三十级第三魂环 也就是那名之前一直没有出来的女生 可眼前这几个少年 却令他大受刺激 也知就明白 眼前这三个少年 确实有资格来蔑辉学院 只是他们这么小的年纪 就拥有这么强的魂力 究竟是怎么练出来的 简直就是几个小怪物 当然 心中虽然被对方的实力所震撼 可要是这么就退缩了 当着这么多时刻的面 仓辉学院的脸面也就丢尽了 学员们不行 自己多少也要给仓辉学院 挣回几分脸面 想到这里 叶之秋不再犹豫 眼中光芒一闪 也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 玄规 抚提 受五魂 玄规 一圈黑色的波纹 从叶之秋体内释放而出 硬生生的将唐三 戴木白 胖子 三人的气势 压了回去 他的四肢同时收缩了三分之一 背后却已隆起 竟是一块巨大的背甲 全身黑光闪烁 整整五个魂环从脚下升起 盘旋在身体之上 五个魂环一白 两皇 两子 这个仓辉学院的外事部主任 竟然是一名五十级以上的魂王级别高手 尽管叶之秋的魂环在同等级别中并不算很强 但五十几级的魂力摆在那里 却一下子将史莱克学院这边压制住了 整个餐厅内一片惊呼 毕竟魂王在大陆上已经是不多见的魂师 实力相当强大 在一些王国已经可以拥有子觉 甚至是伯爵的头衔 戴木白的脸色变了变 目光飘向身边的唐三 唐三和他对视一眼 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缓缓地向他点了下头 双手抬起 抚摸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 对付魂力明显高于自己的对手 恐怕也只能使用暗器了 务求一击必中 对方毕竟不是当初的赵无极 可不见得会手下留情 叶之秋的话说得很漂亮 你们几个小孩子不懂事 以后不要乱说话 叫你们学院的老师出来 胖子龙叫一声 就凭你这个老王吧 还想见我们的老师 我们几个就足够收拾你了 各位 各位魂师大爷 求求你们 不要在小店里打 小本生意 小本生意 店主此时已经不得不跑了出来 如果再不劝阻 下一刻 恐怕整个店铺 就要被暴风雨洗礼了 叶之秋拥有玄规武魂 一生之中 最忌讳的就是王八二字 本来 他只是想吓唬眼前的几个少年 一下也就算了 毕竟他可不想担上 以大欺小的罪名 更何况 他对眼前这几个孩子 背后的学院实力如何 并不清楚 可胖子触犯了他的忌讳 叶之秋心中大怒 怒急返校 好 我就替你们的老师 教育教育你们 我们到外面去 说完 他转身就向外走去 背后的黑色大龟甲 晃动的样子 看上去有些搞笑 可他身上释放出的魂力 却相当浑厚 苍规学院的学员们 也跟着叶之秋 一起走出了酒店 戴木白低声向唐三道 这个老家伙 有五十多级 而且他的武魂权规 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兽武魂 待会要小心点 我在前面顶住他的攻击 你的动作要快一点 我怕自己会支持不了他长时间 唐三道 我们也不见得就会输 他的魂力虽然比我们强大 但他的武魂却有缺陷 此时 其他几个人 也都已经围了上来 正好听到唐三的话 唐三道 他的武魂是玄规 我可以肯定 他是一名防御型战魂师 其拥有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 绝大多数都应该是用来防御的 因此 他的武魂虽然比我们强大很多 可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攻击威胁 却并不大 魂力高 却没有适合的攻击手段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威胁呢 所以 对付他 我建议 有两种方法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 对于武魂的理论知识 知道的比其他人要多得多 只是看了一下叶之秋的武魂 他就已经做出了很多判断 第一种方法 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速度与他进行周旋 他毕竟是老师 魂力又比我们高很多 自然不会对我们出战的人数做限制 所以 我建议 由我木白和朱竹青来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我们三人的速度最快 在与他周旋的同时 我们要将速度展开到最快 不能让他攻击命中 然后再寻觅机会 寻找他的弱点进行攻击 只是 旋规的防御很强 我们未必能够成功地攻击到他而已 由于有身上的甲壳做保护 我的兰茵草尖刺 毒性 对他恐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 我更推荐第二种方法 与第一种方法一样的是 还是我们三个人进行牵制 玄规属水 正好和胖子的凤凰火焰相克 水可以克火 火也一样可以克制水 胖子的火焰又那么特别 就有你在外围向他发动攻击 有奥斯卡的香肠支持 你的持续攻击时间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目的就是耗死他 小五 你负责接应 我们前面的三个人 你负责轮流替换 这样 大家就可以从奥斯卡那里获得补给 虽然我们的魂力不如他 但是我们有小傲 还有人数优势 就其他没有足够威胁到我们的攻击手段 清了唐三的建议 众人不禁拍案叫绝 却有一个人不乐意了 唐三 那我呢 宁蓉蓉秀眉微醋 瞪视着唐三 唐三愣了一下 他之所以没有将宁蓉蓉排入阵容之中 实在是因为 见识了这丫头的泼辣之后 怕他起到反作用 想了想到 你的五魂特殊就随机应变吧 宁蓉蓉咬了咬牙 感受着其他人看着他有些怪异的目光 心中暗自发狠 他知道自己似乎已经被这个团体排除在外了 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绝不好受 说完这些 众人同时向外面走去 凭借着当初唐三对赵无极一战 他们都很有信心 更何况挑战强者对于自身实力的提升 显然是很有好处的 宁蓉蓉走在最后面 突然 他耳中传来一个嘀嘀的声音 先让大家认可你 就用行动来证明 你是属于史莱克的 宁蓉蓉抬头看时 正好看到了脸上 已经又长出落腮胡子的奥斯卡 正朝着自己笑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眼圈突然有些发红 用力的朝着奥斯卡点了下头 很快 众人来到了镇外 或许是因为叶之秋身上的五个魂环太过醒目 他们这一行人从小镇中带出不少观众 经过走出小镇的过程 叶之秋的大脑冷静了几分 眼看着走出来的七个少年 他沉声道 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现在认错 还来得及 戴木白斜斜的一笑 错 什么叫错 什么叫对 拳头大 就是对 先打败我们再说吧 到了这个时候 叶之秋也不可能再不出手了 怒哼一声 哼 你们一起上吧 我就替你们学院教育教育你们该如何做人 胖子 黑黑一笑道 嘿嘿嘿 记住了 我们不是人 是怪物 没等叶之秋出手 戴木白已经抢先动了起来 身上第二光环光芒大放 强烈的白光凝聚成球 一颗圆形光弹已经从他口中喷吐而出 正是邪谋白虎的第二魂环技能 白虎烈光波 在戴木白喷出白虎烈光波的同时 朱竹青的身体斜向滑开 瞬间加速朝叶之秋侧一绕去 唐三也同时动了起来 从另一个方向冲向叶之秋 胖子头顶墨西干式长发一阵抖动 低魂环光芒大放 一道紫红色的凤凰火线喷吐而出 四个人几乎是不分先后同时动手 丝毫没有因为对手是一名五十几以上的魂王 有任何惧怕 面对四人的同时攻击 叶之秋全身黑光大盛 口中发出一声低吼 身上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同时亮起 身体快速旋转半圈 亮出了背后龟甲 同时一道如同水流一般的黑光 带着深深寒气释放开来 战斗刚一开始 叶之秋就用出了自己两个魂环技能 一个是玄规护体 另一个则是玄水冰封 他的目的很简单 在最短暂的时间内收拾了这些少年 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既出了这口气 又彰显了仓盔学院的实力 使莱克学院众学员虽然实力不凡 但毕竟年纪还小 魂力也和他有着很大差距 叶之秋相信 凭借自己五十三级魂力 释放出的玄水冰封 直接就能够将他们全部冻住 白虎猎光波 在叶之秋背上乍响 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 权规的防御力是兽五魂中排名前列的 他的魂力又高于戴木柏许多 这一击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叶之秋的身体甚至连洞都没有移动过 此时 唐三已经栖身到叶之秋身体附近 距离对手最近 他深刻的感觉到一股极寒之气扑面而来 全身血脉仿佛都要被冻住一般 心中凛然 赶忙吹动体内玄天弓 飞速运转 抵御寒气 前中的身形戛然而止 但蓝阴草五魂却飞速散开 从四面八方向叶之秋缠绕而去 所谓水火无情 不论是寒冷还是灼热 对于植物系五魂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蓝阴草前行的速度 在玄水冰封的影响下 明显变得有些迟缓 与此同时 胖子的凤凰火焰到了叶之秋的龟背上 尽管胖子的凤凰火焰的灼热被玄水冰封削弱了不少 但同样的随着凤凤火焰的到来玄水冰封的寒意也降低了许多 紫红色的火焰沾染在龟背之上虽然无法攻入 但却并不熄灭 就像是有年性一般附着其上 马洪峻的五魂是变异的 自然不能以长火而论 叶之秋只觉得背后一阵灼热 顿时吓了一跳 刹那间 蓝阴草已经缠绕而上 紧紧的附着在他身上 朱竹青虚幻般的身影 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叶之秋身体侧后方死角处 低魂环技能 幽冥突刺发动 目标直指叶之秋的脖颈 突然叶之秋脖子一缩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他的整颗头颅竟然就那么缩近了胸腔之内 恰到好处的躲开了朱竹青的利扰 身上第三个魂环亮起 一口水雾从他口中喷出 覆盖像背上的凤凰火焰 尽管凤凰火焰燃烧性很强 但叶之秋的玄水也非一语 他的魂力又远远高于胖子 龟甲上的紫红色火焰还是熄灭了 强烈的寒意再次生腾 唐三几乎是第一时间撤回了自己的兰茵草 否则兰茵草被冻僵 对他自身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朱竹青的猫爪在龟背上一拍 借势腾起 但这短暂的接触 朱竹青的右手却已经被冻僵了 这时 戴木白恰好感到 毫不犹豫的开启了自己的白虎护身杖 在第一魂魂的光芒闪耀之中 一双硕大的护掌利刃弹出 直接朝着叶之秋背上拍去 戴木白的魂力在史莱克众学员中是最强的 三十七级魂力产生的攻击和二十几级的效果 差距还是很大的 两声闷响之中 叶之秋的身体亮强了一下 向前扑跌出两步 但他却飞快的半转过来 头又从胸腔中伸了出来 一张口 一口黑色的寒流 直接朝着戴木白喷出 第三魂魂技 悬水激荡 强烈的寒意 令戴木白全身一阵发冷 白虎护身杖 虽然能隔绝一部分寒意 但还不足以完全抵挡 毕竟对手的魂力比他强出十多级 就在这时 第二道紫红色的火焰恰好出现 正好挡在了戴木白身前 与那股黑水撞击在一起 浓郁的蒸汽冒起 虽然火焰被悬水压制 但戴木白也趁此机会 飞速后退